流感疫苗居然會變色 疾管署公布 基隆市主動通報 引進國光流感疫苗 外觀呈現了黃色 有專家推測說 這可能是氧化 或是跟保存的溫度不足 以及疫苗瓶蓋封口異常有關 那麼經過調查 相同批號的疫苗 一共是有18.3萬劑 分別送到了6個縣市 目前已經接種了7.5萬劑 還剩下10.8萬劑的庫存 目前是暫停使用 疾管署在明天 將跟專家開會 討論疫苗品質以及接種安全 拿出疫苗檢查外觀 跟民眾再次確認廠牌技行 不過卻有基隆市七獨區 衛生署人員 準備要幫民眾打疫苗時 發現有一劑國光流感疫苗 呈現黃色 經過調查 相同批號的疫苗 一共驗收大約18.3萬劑 分別送到台北 基隆 桃園 苗栗 還有花東等6個縣市 目前已經接種了7.5萬劑 庫存剩下10.8萬劑 通通暫停使用 疫苗的顏色的改變 最常見的就是 在冷鏈的處理過程當中 可能有一點瑕疵 也不排除製造的過程當中 有一點點小的問題 流感疫苗的顏色會出現黃色 有肝染科專家推測 很可能是氧化導致 通常跟溫度保存不夠 還有疫苗瓶蓋 封口疫情有關 警官署也指出在2018年10月 聖諾菲流感疫苗也曾經出現變色事件 當時原廠調查是因為針筒內膠塞成形的過程中 被反覆高溫加熱 深層碳化的橡膠還有硫酸鹽 導致藥液在接觸時出現變色 基本上施打疫苗全部都會檢查 他們包裝是透明的 所以大家有什麼特別的 大部分都會馬上發現 比較在意廠牌 甚至會比較猶豫 假如說只有變色 可能還不至於說導致 打下去身體不舒服 某些其他的義務存在的話 因為我們的針頭是非常細的 所以要打到身體裡面去的機會 也是相當的少 警官署也預計在中一下午 就會找來專家 還有疫苗廠商舉行會議 會競速離奇疫苗變色原因 記者未停於領域 最後報導